歡迎收看2月8日的明報5時半新聞直播 貨車司機堵塞了美加邊境的大市橋 將會影響梭果雜貨來貨 燃油分析消息測 暑假的時候油價升至過白一點都不奇怪 安省今天的確診主因人數較昨天輕微回升 有2254人 ICU有474人 今天的死亡數有42人 新增個案方面安省今天有2092宗 多倫多328宗 皮爾區198宗 若克區有130宗 由昨晚開始示威的貨車司機 堵塞了安省溫站通往美國的大市橋 令到這段加尾邊境要關閉 雖然今早通往美國方向已經恢復通關 但是進入加拿大的方向仍然被堵塞 將會影響梭果雜貨來貨 另外汽車零件也送不到工廠 嚴重影響汽車業 雖然貨車司機可以兜路去到沙尼亞過關 但是就要多成兩個半小時的車程 擁有大市橋的底特律國際潮流公司主席 呼籲官員迅速採取行動來解決問題 主席馬特莫倫在一份聲明裏說 公司和他的家人對貨車司機 和其他合約封鎖的人士表示痛情 但是強調需要恢復國際貿易 而聯邦問書部長艾成士今次也說 大市橋關口在安省最重要的邊關 一旦避阻將會嚴重影響貨運 加拿大人的族生活肯定受到影響 省長福特今天也發推文說 大市橋邊境是加美貿易的重要命脈 又說省已經介入 確保來往的交通可以安全通過 安站新聞主黨黨魁火浴線 今早又呼籲福特盡快推出新措施 來阻止阿特懷的示威火車司機佔據街道 他說省夫可以調消這些火車司機的牌照 以及撤銷他們的車保 大福特並沒有展現他的領導才能 令阿特懷恢復正常 道路都亦指1月31日檢查陽性後 首次公開露面 星期一晚延伸國會眾議院 衛貨車車隊抗議舉行的緊急辯論上 他發現說 阿特懷的示威者試圖封鎖我們的經濟 我們的民主 我們的公民的生活 這些必須要停止 疫情期間 為人為己 記住保持社交距離 戴口罩 勤洗手 喝多點水 喝乾淨水 當然是瓦街淨水 過去幾天有沒有入油 付錢的時候 是不是覺得很肉赤? 根據燃油分析家 麥蒂家就估計 每公升的汽油價格 在未來幾個星期 可能還會上升多五線 如果覺得現在的油價 已經升到離譜 好,Sorry咯 現在的油價只是高處尾算高 今年夏天 大多人多地區的無原汽油價 會更上一層樓 每公升1.6毫半 更加成為新常態 如果俄羅斯真的攻打烏克蘭 現油價格就會再升 可能去到每公升1.7毫半 甚至更高 除了汽油價格外 天然氣、丙軟和其他燃料的價格 也會大幅上漲 如果你駕駛的是靚車 自然就要入些靚油 在加拿大大西洋地區 燃油價格受到監管 普通燃油和優質的燃油之間 差價每公升大約是八仙 但在安省就沒有法例監管 兩者的價格每公升可以相差 28仙至32仙不等 麥提家就說想要省錢 如果自己駕駛的汽車 不需要優質的燃油 便可面側面 如果車主不太確定 可以翻查車主手差 他又說在爆發疫情的最初幾個月 經濟停滯不前 普通無縣汽油跌至每公升80仙左右 但現在就翻了一倍 去到每升1.6毫 原因是疫情緩和 燃料需求激增 但偏偏供應不足 加原油走低 原油價格上漲 加上碳 和轉向綠色能源等多種因素 導致稀油價格有升無跌 我是RD Uptown總裁Helen Chin Krischer 我們擁有安省之大的華人營業團隊 RD Uptown是你的首選 對於安省業主來說 接下來是一個好消息 但對於計劃買樓上車的人來說 這就是壞消息 根據加拿大王家銀行RBC 最新發表的一份分析報告指出 多倫多市二十多年來首次擊敗溫哥華 成為全國房地產物業價格最貴的城市 報告分析了各地房地產協會的早期數據 顯示多倫多的多重放盤系統 MLS 的一月份 綜合房價指數基準價為126萬 超越溫哥華的125萬 加拿大王家銀行高級經濟學家霍格說 考慮到多倫多地區的樓房市場 至去年秋季以來 就開始變得非常火爆 對這個發展並不完全令人感到意外 房價飆升的部分原因 是買家之間的競爭 激烈的オファ戰 將物業的價格推至新高 但霍格預計 由於利率將會增加 今年較後的時間 房地產市場將會降溫 而今日可負擔性住房工作組 就發表報告提出55項建議 自在通過大幅增加住房供應 來控制房價 各項建議的重點之中 似乎沒有提到海外買家或炒樓客 推高樓價 報告認為 導致樓價高的原因是供應不足 報告建議多項改革 當中包括限制在住房開發方面 諮詢公眾的時間 立法規定開發審批的時限 如果市政府錯過了最後期限 項目就會自動通過 以及削減審批程序的繁文抑折等 報告又提到 安省計劃在未來10年建造150萬套住房 預備將安省目前的建築速度提高一倍 美國衛生局FDA醫療認證 新進期首50名購買可獲80元優惠 疫情經歷了兩年多 一直都是壞消息多 好消息少 隨著目前情況轉出平緩 好消息也逐步出路 有一區往事奇妙樂園 Wonderland將於4月30日重開 而且計劃招聘4,000員工 奇妙樂園方面說 現在他們正與省府加強溝通 確保重開後將防疫措施做得更好 他們說 對於未來的日子他們充滿盼望 而且熱烈歡迎遊客到Wonderland裡玩 多倫多首席醫療官德維拉醫生今天也說 數據顯示市內的疫情持續好轉 他個人對於疫情持審慎樂觀 至於其他省份 沙省省長今天說 由下星期一開始停止疫療證明措施 這是第一個西部省份宣布終止疫療證明措施 但是公眾室內要戴口罩這個規定 就仍會繼續直至2月底 灰省省長勒窩今天也宣布 會取消防疫措施路線圖 由星期六即12日開始 取消所有室內社交聚會限制 除了室內戴口罩和疫苗證明外 其他防疫措施會在3月14日取消 而安省也計劃在3月14日解除防疫限制 總理杜魯多今天走入去議員團會議前 也被記者截住 罪問他何時會取消防疫措施 因為接種疫苗令到疫情曲線被壓平 染疫死亡人數也減少 經濟復甦你了 推行疫苗命令是避免日後有更多經濟封鎖 其實較早的時候 聯邦首席醫療官譚詠醫生已經說過 聯邦目前正與各省市和原住民區商議 如何在放寬限制和防疫方面 找出一個平衡點 看來放寬防疫限制的日子 應該是不遠的了 很多首席醫療官德維拉醫生今天說 數據顯示市內疫情持續轉好 個人對疫情審慎樂觀 他說過去週末平均單日確診案例是417例 和對上一個星期686例相比有顯著下降 另外檢測確診率 亦由上週的16.6%下降至上週末的12.3% 區呼籲未接種疫苗市民前往接種疫苗 未接種疫苗人士確診後入住ICU 是接種3劑疫苗人士的14倍 市庫數據顯示 完全接種者即是至少接種兩劑疫苗人士 在Omicron病毒這波疫情下 病毒突破的感染率只有2.4% 突破案例數目有56659例 但市內5歲以上最少接種兩劑疫苗人士 市內有230萬人 數據是來自去年12月21日至今年1月24日 市長莊德里說 由2月12日至2月21日為期10日裏 市府將會推出 Wax the East活動 擴大市東的接種率 包括Forn Creek Park Farmington Park 和市加堡內未接種疫苗的市民 都是這次活動的目標人士 多人多公車局會提供免費穿梭巴士服務 往返Forn Creek Community Hub 和流動疫苗診所安省科學館 市民可以到省府網站預約 亦都可以隨時walk in 市府由2月14日開始 亦會在市內6間學校每日加設流動疫苗診所 方便學童接種疫苗 反強制接種疫苗的貨車司機 在阿泰華的示威持續 當地市中心一間叫Mushu雪糕店的職員 在上星期五早上 在上班途中被2名示威者襲擊 雪糕店聖幕的華裔女店東 為了員工的安全 決定在周末將雪糕店關閉 吳遠透露身份的亞裔員工表示 他所居住的地區距離雪糕店不遠 所以每天都暴行上班 上星期五早上 他在上班途中遇到2名示威者騷擾 最初2人只向他講出種族歧視的說話 辱罵持續15分鐘後 2人就開始動操 將職員推到地上 然後逃離現場 職員時候已致電仇恨罪案熱線 厄泰華警方現在已立案調查 雪糕店老闆Liz Mock 得知員工受襲後非常震驚 當日下午決定暫停營業 他說在厄泰華開店六年 見過不少示威遊行 但從未如今次那麼擾民 厄泰華警隊副警察總長貝爾今日表示 已拘捕了22個市中心示威者 並發出1300張告票 另外還有79宗仍然在調查中的刑事個案 他又表示警方會繼續撤斷示威者補充汽油 並且加強鞏固在市中心一帶設立的封鎖線 一位老人家最近送便沒有接種疫苗染疫去世 任職火車司機的兒子 他向在厄泰華示威中的火車司機呼籲 希望愛子的死可以讓他們明白 防疫措施在保護所有人的家庭 連遇70歲的馬金斯雷少說 兒子米切爾一直都沒有很大的健康問題 但他固執幾件始終不肯接種疫苗 結果不幸染疫並發展成重症 在病床掙扎了幾個禮拜之後 在去年10月去世 馬金斯雷少說 如果他的故事 可以說服到一個人去接種疫苗 他都會覺得米切爾的死是有價值的 他說他理解 沒有人可以強迫他們接種疫苗 但是為了你的家人 你的伴侶 你的僱主 你遇到的每一個人 請你最好接種疫苗 因為這樣可以幫助到他們繼續生活 馬金斯雷少說 當時他在劍橋紀念醫院的重症監護病科裏 見著駁著呼吸機兒子 在病床上 負負掙扎了三個禮拜 但是他卻無能為力 只是可以捉著他的手安慰他 跟他講一下家人的事 回憶回去 跟他說大家多麼愛他 讓他可以安心今年去 馬金斯女士養育了三名子女 米切爾原本是他剩下的最後一個 另外兩個已經死於癌症 但當醫生跟他說米切爾的狀況的時候 他就知道 最後的這個兒子也保不住 當這一刻要來到的時候 他說他跟米切爾說 知道他即將走到盡頭 希望他到天堂的時候 遇到他的兄弟姐妹 他們可以玩得開心 之下馬金斯又做了這一世人 他最艱難的決定 拔走米切爾呼吸機的插頭 讓兒子可以平靜地離去 米切爾在2021年10月15日去世 留下了三名子女 天氣報告及尤家 由華創公司特約贊助 多倫多今晚的氣溫約負九度 明天的平均氣溫約二度 大家留意 加拿大環境部 向多倫多發出了冰雨警告 預計冰雨會由今晚 下到明天早上 到時地面結冰會好線 大家出入記住要小心 明天油價預計會是沒有升跌 維持在1.59 現在看看香港新聞 衛生防護中心公佈 截止今天零時 香港新增625宗陽性個案 當中621宗屬於本地感染 衛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均說 很多個案是跨家庭聚集 另外今日的初步陽性有約500多宗 政府專家顧問中大呼吸系統科講座教授許樹昌 引述醫管局內部的估算說 預計今個月10日至12日 單日個案可能會上升至1000宗 而12至14日可以升至單日15宗 因為在農曆新年期間 市民有不少活動 例如去拜年、閒花去等 相信仍然有很多個案還未浮現 針對疫情嚴峻 特首林鄭如今日下午開了記者會 宣布在收緊防疫措施和社交距離措施 並宣布多汗疫情下的新措施 包括出入23住場所的人 由2月24日起 一定要出示疫苗通行證和掃描安心出行 這些場所包括宗教場所、商場、百貨公司、超市、 街市、市集和發營屋 限聚令也收緊指導兩人 禁止多過兩個家庭的聚會 僱員如果因為拒絕打針而被解僱 不會被視為不合理解僱 受防疫措施影響而失去或減少收入的人 政府的260億元第六輪防疫抗疫基金 將會給予援助 短期或臨時失業的人 及合資格的自僱者 可以獲一次過的1萬元津貼 而前線基層員工 例如清潔工及保安 以及常工作面對高染疫風險的員工 例如機場貨運行業 每人每個月可以有2000元津貼 由2月開始發放為期五個月 林鄭月娥形容 昨天新增超過600宗個案是驚心動魄 堅持動態清零是最切合香港現時的實況 新措施是為了爭取時間提升疫苗接種率 被問到3月27日的特首選舉 會否因為疫情嚴峻而壓後 林鄭月娥則說 特首選舉規模細 選民不超過簽人 實行防控措施 遠比立法會選舉容易 暫時看不到有壓後的必要 一個美銀內部律師被指在19年12月 在港鐵銅鑼灣站 襲擊一個休班警和搶警棍 被裁定一項襲警罪成 判囚4個月2個星期 他早前提出定罪和刑期上訴 法官杜麗斌今天頒下判辭指出 當時休班警已經表明他的警察身份 不接納上訴人襲警 是出於自衛 駁回他的兩項上訴 原本獲保釋等候上訴的上訴人 需要即時報應 本案的美籍上訴人 是Samuel Philip Beckett 37歲 上訴方早前陳辭子春 一直守持警棍的休班警 曾經否認是警察 上訴人是出於自衛 才出拳打對方的臉 法官在判辭中反駁說 休班警當日被一個外籍男子問他 Are you purple? 他一開始是download 但沒多久他在被問同音問題的時候 卻答了yes 可見已經表明他的警察身份 法官又自出 閉路電視片段顯示 上訴人其後 嚇到休班警的身上 出拳打對方的臉 如果上訴人是怕警棍的話 但可以離開 但他其後選擇踩在對方福布上面 試圖搶去警棍 可見上訴人處於佔優勢的位置 而人群對休班警懷有敵意 實際難以理解 為何上訴方會以自便作為抗辯理由 刑期方面 法官自出 以監禁四個月兩刑並非過重 同意原審裁判官所指說 當日在繁忙時間的港鐵站裡面 部分人情緒高漲和辱罵警員 發生衝突的潛著風險不可以低估 家營兩個禮拜也不是不合理 新年快樂 恭喜發財 恭喜發財 各位 Hello 大家好 我是Joy 鄭欣怡 苦年祝大家笑口常開 家肥屋陽夫婦生威 我是Van No worries about you 你說完我 我已經想不到說什麼 苦年行大運 發婦生威 我想說 我還有兩隻French 哎呀 很可愛 最重要是身體健康 我和大家 但是我覺得自己很厲害的一個地方 就是我一塊蘿蔔糕 都沒有吃過 連糕都沒有吃過 好厲害 這樣都避到 不斷在那裡 啊 開心果笑 很想開 這樣 我應該吃了 我應該吃了五底也有 What 很嚴重 你是喜歡吃蘿蔔糕還是連糕多一點 蘿蔔糕 我喜歡吃鹹多甜的 我也是 你知不知道 我有一個秘密的方法去吃蘿蔔糕 你通常吃蘿蔔糕會蘸什麼 很多的 我最喜歡的是蠔油和辣椒醬 Good taste 但是我還是不會選擇用這些醬汁去蘿蔔糕 因為我家人有一個很古怪的方法去吃蘿蔔糕 就是蘸這個 蘿蔔糕 Joyce 由你主唱的分叉路 家族榮耀的主題曲 真的很好聽 謝謝 真的很好聽 而且每一次聽到畫面感很強 謝謝你 你知道我們排完之後 那個劇情還在 聽到你的歌 然後歌詞 還有你很有感情 所以唱了出來 我就會有些畫面在過 然後我剛才跟你說 最記得清楚是那個 陳金山樓那邊野花 然後浩瑩那個小三在 嗯 然後小三 阿姨 太好了 有畫面就是對了 因為我錄的時候 我就是想著 以前小時候經常看的這種劇集 然後那些掌掛 那些開開下會 整杯水淋到對面那塊面上的那些情景 全部都放進歌裡面 所以大家記住 看家族榮耀的時候 留意我們首主題曲 聽一下 你聽這首《分岔路》的時候 會有些什麼畫面 在你的腦海裡面呈現出來 閉眼搭前 我是誰 你是誰向上 吹飄泡的心 你兇猛 如果是路定 別要分岔 還願各走分岔路 不計待更 你會承認我 放棄才害怕 豁出那真心 你懂得 回不去 但是你還沒放下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